女子被丈夫误会出轨而受到冷落 去找甘弟弟寻求慰藉 那这没能守住底线 女子意外怀孕和甘弟弟聊断 甘弟弟却做出疯狂的逼动 黄涛用铁水管猛击张中国头部 明明是甘弟弟杀死了丈夫 为何女子最终也被判入狱 变质的姐弟情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 名叫黄阿珍 今年33岁 在南方以玩具厂上班 丈夫今年38岁 本地人 经济条件不错 对阿珍可谓是关怀备至 百依百顺 阿珍沉浸在幸福当中 期待着早日生一个小宝宝 一家三人共享幸福生活 但是 最近丈夫却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这其中的缘由 还得从一天晚上说起 这天晚上 阿珍独自一人在家看电视 丈夫张志国推门而入 一股酒气是迎面扑来 阿珍赶马把丈夫扶到沙发上 并送上去一杯热水 可没想到 丈夫竟大吼一声 你想烫死我 你想拿着我的钱和我的房子 去找你那弟弟 对不对 说吧 丈夫把热水摔到了阿珍的身上 阿珍被吞得大叫一声 水杯掉在了地上 摔得粉碎 丈夫又亮亮腔腔的跑到厨房里 将锅碗瓢盆挨个砸了个面 但闹够了 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丈夫酒醒 阿珍本以为 丈夫会解释一下 可没想到 丈夫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洗漱完上班去了 临走时还告诉阿珍 下午他要去接阿珍下班 阿珍是满肚子话还没来得及问 丈夫就走了 更老阿珍莫名其妙的是 丈夫之前很少接自己下班 今天这又是怎么了 丈夫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接下的一个月里 阿珍越来越觉得丈夫不对劲 丈夫不仅每天接送阿珍上下班 还要求阿珍外出必须向他报备 以前都是政府张志国做饭 而现在政府连饭也不做了 家务活也不再伸手 全了阿珍一个人干 更让阿珍窝火的是 以前张志国发了工资 就会立马交给阿珍 可现在不仅不交工资 就连零花钱也不给阿珍了 丈夫张志国到底怎么了 难道是丈夫怡情别练了 就在阿珍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干弟弟黄涛的上门 解开了阿珍的所有疑惑 这天 弟弟黄涛来找阿珍 没想到 丈夫一把把黄涛挡在门外 他威胁黄涛道 以后再也不要到他家来 否则见他一次 打他一次 赶走黄涛后 张志国又警告阿珍说 以后再也不要让这个人来我们家 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 阿珍看着突然暴怒的张志国 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政府平时和弟弟一直和睦相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让政府把弟弟黄涛示弱仇敌呢 难道说 丈夫近日的反常行为 都与弟弟黄涛有关系 阿珍坚信 结婚以来 自己和丈夫的感情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原始北方人的阿珍 三年前南下大公 天生丽质 腹败貌美的阿珍 身边从不法追求者 而丈夫张志国 是经然介绍认识的 张志国是本地人 有房有车 人也老实 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 两人认识 不到三个月就闪婚了 说到黄涛 这确实是阿珍的一块心病 其实 黄涛并不是阿珍的亲弟弟 而是任的干弟弟 说起两人的相遇 还颇具戏剧性 五年前 二十八岁的阿珍 在北方一个小餐馆 当服务员 由于容貌较好 阿珍经常被一些顾客 拉住喝酒 有一天 有几个喝醉酒的顾客 又对阿珍动手动脚 被同事服务员的黄涛看见 替阿珍解了围 从此 阿珍对这个小他十岁的小伙子 产生了好感 所以姐弟相成 两人在工作生活上相互照应 后来 阿珍和黄涛的关系 越来越熟悉 阿珍经常带黄涛回家吃饭 阿珍的父母 由于没有儿子 对这个勤劳能吃苦的小伙子 是非常喜欢 于是提议 任黄涛做干儿子 于是 在父母的见证下 阿珍和黄涛 结拜成了干姐弟 阿珍的母亲 还帮黄涛 介绍了个女朋友 不料半年后 黄涛和女朋友分手了 这让黄涛备受打击 阿珍天天开导黄涛 但依旧不见好转 恰巧此时 一位朋友放假回家 建议阿珍去南方打工挣钱 为了让干弟弟黄涛 换个新环境 尽快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 阿珍想让黄涛 跟他一起去打工 黄涛爽快答应了 姐弟两人一起来到广州 进了同一家工厂上班 两人身在异乡 相依为命 阿珍把这个干弟弟 看得比亲弟弟还亲 在生活上是有求必应 阿珍结婚以后 黄涛是三天两头 就往阿珍家里跑 不是找理由管阿珍借钱 就是来阿珍家蹭饭喝酒 有时候喝醉了 还胡言乱语撒酒疯 摔酒瓶子 吐的污秽物满地都是 弄得阿珍的心房是一片狼藉 阿珍看到丈夫张志国的脸色 是越来越难看 难道 政府最近的转变 是因为政府不待见弟弟黄涛吗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阿珍趁着丈夫张志国 晚上加班的时候 悄悄地给弟弟黄涛打了个电话 终于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疑团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 丈夫张志国像往常一样 和黄涛一起在那边喝酒 谁知道 黄涛酒过三选后 竟然开始胡言乱语 说他喜欢阿珍很久了 阿珍也喜欢他 是他张志国横刀夺爱 阿珍就是看上他有点钱 张志国听到这儿 有如是五雷哄底 他怎么也想象不到 妻子竟然跟一个小他十岁的男孩 有这样令人不齿的关系 一辈子没打过架的张志国 此时血用上头怒不可遏 他挥手对着黄涛就是两拳 他威胁黄涛 以后再也不要到他家来 他再也不要见到他 否则见他一次 打他一次 张志国回到家后 越想越气 自己对妻子那么好 妻子竟然背叛他 自己这是养了一匹白眼狼啊 越想越气的张志国 把所有的怒气 都发泄到了妻子身上 于是就发生了 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对妻子呵护有加的张志国 突然性情大变 竟是因为和妻子甘弟弟黄涛 争风吃醋 黄涛把自己喜欢阿珍的事 告诉了张志国 并天有家族地说 阿珍也爱他 张志国因误会而冷落妻子阿珍 阿珍痛苦不已 去找甘弟弟黄涛寻求慰藉 要和丈夫离婚 和黄涛在一起 周璇在两个男人之间的阿珍 突然怀孕 接下来他会怎么办 变质的姐弟情 法律家谈正在谋途 直到真相后的阿珍 恍了大悟 原来政府张志国是怀疑自己出轨弟弟黄涛 才性情大变 可自己明明和黄涛清清白白 一直把黄涛当亲弟弟看 黄涛为什么要这样跟张志国说呢 事已至此 黄涛终于说出了隐藏已久的秘密 原来 两年一起打工的日子里 黄涛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温柔美丽的甘姐姐 但是 他知道 自己给不了姐姐想要的稳定生活 想等自己攒够钱后 再向姐姐求婚 可没想到 阿珍突然闪婚 这两黄涛始料未及 阿珍结婚后 黄涛三天两头 打着小舅子的名义 往姐姐家里跑 就是想看看 姐姐过得幸不幸福 然后 四级把姐姐抢回来 可没想到 姐夫张志国对阿珍是关怀备至 夫妻两人恩爱有加 阿珍结婚后 对自己也不再那么关心 妒忌 使得黄涛心里越来越不平衡 妻院已久的情绪 终于在一次酒后爆发 黄涛把自己喜欢阿珍的事 告诉了张志国 并添有加速地说 阿珍也爱他 阿珍听黄涛讲完后 震惊的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 丈夫张志国突然破脉而入 他大吼道 你们刚才所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们俩要是真心相爱 我成全你们 阿珍一听 顿时傻了眼 他挂了电话 拼命解释说 老公 我跟黄涛是清白的 我给他打电话 就是想确认 他和你之间有什么误会 你千万别多想 我只想跟你 好好过日子 可此时 张志国对阿珍已经失望至极 不愿再听他解释 衰美而出 丈夫冷漠的态度 让阿珍非常失望 他不禁回想起 和干弟弟黄涛的种种过往 他不是没有降涛在一起 但是黄涛比他小十岁 还像个孩子一样 实在不适合结婚 可是丈夫张志国长相一般 阿珍为何偏偏看中他了呢 其实 这跟阿珍的第一段婚姻有关 其实 阿珍在这之前 已经结过一次婚 想当初 阿珍的前夫出轨 还把所有的钱财 都转移到了自己账下 让阿珍净身出户 然后自己带着情人 住到了他们的房子里 阿珍是备受礼儒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颠沛流离的生活 后来 朋友介绍的张志国 对阿珍是一见倾心 聊了认识没多久 张志国就把所有的家当 和银行的工资卡 都交给阿珍 让阿珍感受到了 极大的安全感 阿珍反思自己 当初 自己只想嫁一个有钱人 于是就和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张志国 结了婚 可没想到 现在伤自己最深的 竟然是当初爱自己爱得最厉害的张志国 阿珍的内心是五味杂成 一阵子含义向他袭然 此时此刻 阿珍觉得 唯一能给自己温暖 给自己的慰藉的 就是黄涛了 阿珍决定 离开这个冰冷的家 马上去找黄涛 阿珍找到弟弟黄涛 哭诉 自己近日来所受的委屈 黄涛非常心疼 温柔地安慰阿珍 当天晚上 阿珍没能守住底线 和黄涛发生了关系 阿珍确信 自己所爱的人 其实一直都是黄涛 他决定 要和丈夫离婚 和黄涛在一起 几天后 阿珍回到了家中 他决定要跟丈夫张志国 提出离婚 不料一进家门 就看到了满脸关切的丈夫 阿珍本以为 一进门会迎来一顿责骂 就能顺势提出离婚 谁承想 张志国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还准备了一堆好吃的 丈夫张志国 这唱的是哪出戏 随后张志国对阿珍道歉说 阿珍 前段时间是我对不住你 我不该偏听偏信黄涛的话 不听你的解释 我不能没有你 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你不要再离家出走了 好不好 阿珍诧异地 看着一脸关切的丈夫 他感觉 之前那个温柔体贴的丈夫 又回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 丈夫张志国又回到了刚结婚的时候 工资卡主动上交 也包乱了家里全部的家务活 阿珍渐渐地打消了 与丈夫张志国离婚的念头 但是阿珍也没有和黄涛彻底断绝关系 而是选择在丈夫张志国和黄涛之间周旋着 一方面 他享受着丈夫张志国带来的稳定的生活 另一方面 又从情人黄涛那儿享受着被爱的感觉 拉尔 好景不长 突然发生的一件事 彻底改变了阿珍的想法 阿珍怀孕了 从日期上判断 阿珍确定 这个孩子是丈夫张志国的 这一次 阿珍必须在丈夫张志国和黄涛之间做出选择 黄涛虽然能给他情感上的慰藉 但是 以他的经济条件 根本提供不了给孩子良好的教育和优厚的生活 而张志国毕竟是孩子的亲身父亲 现在对自己也很好 阿珍决定 彻底和张涛做个了断 于是 他建议丈夫 帮了家 他自己也换了手机号码 辞职 换了一家工厂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阿珍的日子过得很安稳 丈夫张志国得知阿珍怀孕后 对阿珍更加是百般呵护 夫妻两人满心欢喜地 期待着小生命的将领 然而 突然发生的一件事 让阿珍是措手不及 一天黄涛找到阿珍 说他铲除了张志国这个绊脚石 我把张志国杀死了 你收拾收拾 我们赶紧走吧 阿珍拒绝了黄涛 却给了黄涛一张银行卡 这里有五万块钱 事物的全部积蓄 你带上他赶紧走 黄涛很快被抓捕 而并没有参与作案的阿珍 也很快被拘留 这天晚上八点多 阿珍正在上夜班 梅味突然找到阿珍 说有一个小伙子在找他 阿珍出来一看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黄涛 只见黄涛一几年的惊慌失措 只听黄涛紧张地说 我杀人了 我把张志国杀死了 说吧 他把一双满是血雾的手 伸到了阿珍面前 阿珍一看 吓得差点瘫倒在地上 黄涛慌忙 紧紧把阿珍抱在怀里 说你不要害怕 只有张志国死了 我们俩才能在一起 我把他藏到了卧室的床底下 不会有人发现的 我已经买了今天晚上的火车票 你收拾收拾 我们赶紧走吧 眼看四下无人 阿珍赶紧把黄涛 带到自己的集体宿舍 索性宿舍的工友们 都在车间加班 宿舍没人 阿珍让黄涛洗尽身上的血迹 换上干净的衣服 黄涛收拾妥当后 说道 阿珍 你跟我一起走吧 不料 阿珍拒绝了 阿珍说 我已经怀孕了 是张志国的孩子 你把我孩子的父亲给杀死了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说吧 阿珍拿出一张银行卡 这里有五万块钱 事物的全部积蓄 你带上他赶紧走 说着 阿珍连推带扫 把黄涛推出了宿舍 此时的黄涛已经方寸大乱 眼下离开这个地方才是最要紧的事 黄涛离开阿珍的宿舍后 阿珍赶紧把黄涛替换下来的 带着血迹的衣服 藏到了床底下的箱子里 黄涛离开阿珍宿舍后 阿珍陷入了纠结之中 他竟想马上回家看看 看看丈夫的情况 万一丈夫没死呢 但转念一想 黄涛现在刚走 他必须为黄涛争取更多的逃离时间 凌晨三点 虽然阿珍已经下班 但为了拖延时间 和避免警方怀疑自己 阿珍选择继续回宿舍休息 直到第二天早上十点半 才起身回家 阿珍回到家中 果然在卧室的床底下 发现了已经咽了气的丈夫 看着满身是血污的丈夫 阿珍吓得瘫倒在地上 阿珍跪到在丈夫的身边 对着丈夫的尸体嚎啕大哭 阿珍忏悔道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 丈夫不会死于非命 悲伤至极的阿珍 亮亮呛呛地起身 去客厅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等待警方的时间里 阿珍的内心是极度紧张 终于警察的敲门声响起 阿珍内心忐忑到了极点 在开门的过程中 失足半倒 重重地摔在地上 体内大出血昏迷了过去 警方敲门不见人开门 撞开了门 进去发现了昏倒在地的阿珍 立即派出一路民警 将阿珍送到医院 经过医生抢救 孩子还是未能保住 另一路民警则在卧室的床底下 发现了已经死去的张志国 警方随即展开调查 在阿珍小区的监控录像中 发现了黄涛的身影 随后警方四处查找 将犯罪嫌疑人黄涛捉拿归案 面对警方的询问 黄涛对自己杀人的罪行 共认不讳 那么黄涛究竟受到了什么刺激 非得要杀死张志国呢 黄涛承认 阿珍和自己是情人关系 两人本来说好了要长相厮守 可是一个月前 阿珍突然音讯全无 不仅搬了家 手机号码也换了 黄涛是满世界都联系不上阿珍 情景之下 黄涛给张志国打了电话 可没想到 张志国竟然在电话里破口大骂 并威胁到再也不要骚扰阿珍 否则就让他有好果子吃 黄涛认定 这一切都是张志国搞的鬼 张志国就是他和阿珍 赶齐路上的绊脚石 必须将他彻底铲除 他和阿珍的感情才能修成正果 这天中午 黄涛从一个老乡那里 打进到了阿珍的新地址 并且得知 阿珍当天晚上上夜班 随后黄涛在工厂的废弃物里 悬了一根铁水管 夜幕降临 黄涛悄悄潜到阿珍的家门口 敲门后 躲在楼梯间等张志国应门 趁张志国开门之际 黄涛用铁水管猛击张志国头部 张志国当场倒地昏迷 随后 黄涛将张志国拖到屋内客厅地板上 发现张志国还有气息 黄涛又继续用铁水管猛击张志国头部 直到其咽气才助手 黄涛确定张志国死亡后 将他的尸体拖到卧室 藏到了床底下 他自己杀人完成后 连夜买火车票逃到了外地 黄涛对自己的杀人罪行 共认不讳 随后 警方将案发现成的胸前钢管 拿来让黄涛指认 经过指纹检测 证实钢管上的指纹 与黄涛完全吻合 在搜查阿珍宿舍时 警方在床底下发现了血液 经过DNA检测 发现与张志国的血液完全吻合 警方确认张志国是被黄涛杀死的 同时 黄阿珍有包庇黄涛的重大嫌疑 警方侦查终结移送后 检察院分别以故意杀人罪和包庇罪 将黄涛和黄阿珍分别起诉到了法院 法庭上 黄阿珍拒不认罪 他辩解道 他根本不知道黄涛杀了张志国 张志国是我孩子的父亲 黄涛杀了我丈夫 我恨他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包庇黄涛呢 那么 阿珍的辩解是否能够成立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 窝藏包庇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0条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 帮助其逃逆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情节严重的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 行为是了包庇犯罪的行为 这里所谓的包庇犯罪行为指两类行为 第一 为犯罪分子提供隐藏处所财物 帮助其逃逆 比如 将犯罪分子遭遇家中 待风声过后给其钱财 助其远走高飞 第二 做假证包庇 做假证包庇 是指在司法机关调查过程中 故意做假证 使其逃避法律追究 回到本案 警方调查了解到 案发当日 黄涛杀死张志国之后 到阿珍宿舍找阿珍 并且在阿珍宿舍的床底下 找到了血液 黄涛还承认 那张存有五万块钱的银行卡 就是阿珍提供给他逃逸用的 最终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黄涛无期徒刑 阿珍因包庇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观众朋友 阿珍的错误选择 是导致本案悲剧的根源 阿珍在没有和丈夫离婚的情况下 选择和情人黄涛 发生婚外情 突破了道德底线 在得知政府被黄涛杀死后 他没有选择劝黄涛投案自首 反而选择包庇犯罪 这又触犯了法律 最终两个男人 一个为他丧命 一个为他终身坐牢 而阿珍也失去了 来之不易的孩子 假如阿珍能以正确的方式 消除误会 珍惜家庭 悲剧就不会发生 假如阿珍能有一点法律常识 他就不会因为包庇黄涛而犯罪 好的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 再见 女儿谈恋爱 母亲担心家世贫贫的男友 对女儿另有所图 你别想着带她回来 我是不会让她进门的 为了拆散女儿和男友 母亲不惜设计了一个骗局 寻找一切机会 在光敏俊之间 制造这种会令人面红耳赤的瞬间 男友得知真相找上门理论 缘何丢了性命 是爱毁因缘下结